他們幾歲啊 七十三 你們男朋友看過他們嗎 啊 怎麼 因為他們都看過海角七號 12月11號 田中千惠為新開幕的 我子禮品咖啡館站台 法特管他是什麼咖啡 記者大大就是有辦法 扯到他的另一半 今天來咖啡館 是否也會跟另外一半 來咖啡館喝咖啡 有些會會 因為 他也很喜歡喝咖啡 我也喜歡 那你平常會泡咖啡給另一半喝嗎 前面都要 前面要前到另一半喝 好煩喔 但還是要喝 我可以有志祺的思綺 可以 昨天邱哲學你也結婚了 那你也很期待 那你們怎麼時候結婚啊 我是比較喜歡用自己的交付 就是 對 節奏去做自己的人生 也我喜歡 順其自然的心態去面對自己的人生 對 所以謝謝大家的關心 會不會下一次直接聽你認的時候 你就說 哇 就結婚了這樣 想婚啦 不知道我還是比較喜歡按照自己的步驟走 是嗎 另一半的節奏會不會比較快呢 我應該要跟另一半 你的節奏是像是比較慢一點還是 是不是可以搶給我自己覺得 你覺得 我覺得 我不知道耶 因為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 而且人生的計畫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 快或是慢 對或是錯 所以還是按照自己的步驟去做 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如果 你剛剛講就是 父母有催你 然後就結婚 因為我周邊也有好幾個朋友 因為父母親 催你要結婚 然後結婚 結果還是離婚的收場 對 所以還是按照自己 什麼 沒有 突然找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台語 對 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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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關注愛講的新聞 愛講 因為我不認識 對 生在節跨年 你們要怎麼過嗎 工作 收工後呢 收工後 我很累耶 我現在那個體力 比較年輕的時候 現在 非常年輕的時候 拍完戲 還可以跟朋友吃飯什麼的 我覺得 真的沒什麼 可是現在 一拍完戲 我就立刻 回家想睡覺這樣子 學生的時候 我真的還蠻注重這種過節 所以如果那時候有男朋友的時候 我一定會 就是一定要跟他一起過 可是 現在好像 沒有那時候的那種興奮感 就是過節就過節吧 那種感覺 對啊 所以可能開海角七號的時候 那時候聖誕節過得比較 比較好玩 比較精采 比較精采 真的好像送禮啦 這樣子小朋友應該比較開心吧 對啊 妳說妳今年妳有工作 那現在對方會不會很慢 妳也問他一下 哈哈哈哈 妳幫我打給他 哈哈哈哈 她要打給他 很開心 很豪奧的 等一下 現在連線視訊 視訊 妳有只有這可以待一次嗎 可以待一次再多久 永遠嗎 看工作簽證的 就是時間 就很麻煩 趕快結婚就 就好玩嗎 就習慣 不然就先登記 然後把這些自己解決掉 也比較簡單 我比較喜歡 規劃自己的人生 娛樂動新聞 歡迎 報道